今日的ET各股推介是友邦保险1299 挑選原因是藍籌股業績高峰期成為市場焦點 但市投資氣氛或受到影響 友邦星期四會公佈業績 市場估計將恢復回舊 下半年的業務復甦 友邦將於星期四公佈上半年的業績 期內由於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大業務重陣 受到疫情影響不利銷售表現 市場對他們的業績憧憬不大 犬相普見預期 友邦上半年新業務價值介乎15至16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的18億1400萬美元 按年下跌11%至17% 期內營利預料會介乎17億至27億美元 按年跌17%至48% 友邦上半年股價上升了9.7% 期內恒指累計跌了6.6% 友邦跑人大使其中一個動力 公司在今年3月展開為期三年 斥支100億美元 大約780港元的股份回舊計劃 至今累計回舊金額超過120億港元 後市適宜關注友邦管理層 對下半年的業務復甦 以及股份回舊的最新指引 友邦昨天收報75.15% 年初至今程三角形走勢 目前股價運行至三角形底部附近 策略上建議撲75元留下吸納 第一站目標先看6月份高位86.65 主要是大巷級雨有幫目標價大約100元 中線可以作為參考 跌穿70元便食而簡遲 銀行 電影 消了 場所請 時樽